现在是柏林时间22点09分 我睡不着觉 就深夜了感慨一下 这个世界越来越魔幻了 疫情持续不断 战争卷土重来 经济发展疲软 文化整体完蛋 民粹主义盛行 思想言论封闭 男女天天对立 人口不断降低 问题叠着问题 迟早全体哭泣 毁灭吧 赶紧的 真的是 这世界真的要玩毒子呀 这个东北人不是喜欢这么说吗 玩毒子呀 真的是玩毒子 这是莫名其妙嘛 你说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啊 俄罗斯 是百分之百的 这次出征啊 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百分之百的反人类 百分之百的反社会 可以这么说 反全人类社会 可是西方国家的制裁 也够恶心的啊 是满嘴的 仁义道德呀 满嘴的高使人权啊 这满嘴的胸海平等啊 这真的是虚伪恶臭 这已经就是打破了我这么多年的信仰 我的信仰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 我的信仰啊 就是全球化 地球村 世界大同 人人平等 然后呢 我呢 就快快乐乐自由自在的做一个世界公民 我也不想带着什么标签 我只能说承认自己的血统 这个没办法否认呢 那你就生在这个土地上 你就是这个种族 你就是这个民族 那你怎么否认呢 我也不想否认是吧 然后呢 我呢 就想什么的爱 等到这个退休后啊 就快快乐乐的在世界各地啊 就是这种宜居的地方啊 旅居吧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小岛 住一段日子 然后下段日子呢 我再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国家 住一段日子 怎么开心 怎么来 现在这样一封闭一封锁 我这么怎么还怎么 当这个世界旅行的这个公民呢 就感觉自己的自由被降低了很多 然后呢 又想到这俄罗斯啊 拿着这个核弹案头威胁着我们 我就感到了恐惧 还愤怒 又恐又怕又又恨 真的 哪有这么荒诞野蛮 这么不讲道理的流氓呢 俄罗斯真的是流氓 然后又恨了这个西方的欧美国家的这种白人之上 现在也抛弃了他们一贯的价值观 什么人权呢 什么私产呢 全部抛弃了 全部毁灭 像我的信仰啊 我以前是被 受了一定的白左影响 但是我发现白左的这个价值观啊 并不牢靠 并不可信 在这次里那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我看到了 真的不可靠 现在我什么都不信了 就是我一贯年 就一直以来从小到大的啊 我是看西方文学看欧美文学长大的 我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熏陶 因为什么呢 从小我呢 就属于骂死嫂 然后呢 我爸呢 就娶了田房啊 他就生了小屌子 下屌子之后 他就把我孤立了 屏蔽了 他根本就 他的他们就是他们三口的世界 你根本就进不去 因为你进不去 你自然受到他们的这种 中国的那种什么 封建糟粕的那种文化的影响啊 我也没有受到过他们的这种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然后呢 我也基本上就属于油盐不尽 在中国啊 是属于油盐不尽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呢 我的这种价值观呢 就是这种这种 这种体系啊 这种思想体系啊 三观塑造 完全是靠着欧美文学塑造起来的 你对中国的古典文学 人说那四大名字 我一本都没看完 反倒不如我那个 不是中国人的老公 他人家还是老人家 还看看什么什么西游记啊 看的还比我这个多得多呢 三体他都看完了呢 我三体我都没看完啊 人家还看着德文版的啊 西游记天天看着津津有味儿 你说我呢 就这么一个 我是这种 国内网友所抨击的 香蕉人吧 基本上是 我是黄皮白鑫的这种人 居然想不到啊 真的想不到 现在西发的这种价值观体系 这也在我这心目中崩塌了 啊 根本就就化个泡影了 这以后怎么办 然后我再想啊 看看这个美国在二战期间 怎么对付这个日本的侨民 还有日裔的 那会不会也 也这个到时候这个 如果说中国跟那个欧洲 对立起来啊 他会不会也来对付我呢 你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现在我就感觉到 焦虑不完 睡不着觉 也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说 等待 你说作为一个屁民呢 作为一个普通人呢 你不能主宰世界 你不能改变世界 你就只能 现在又走不掉 真的像忽兰说的 你说你中产吧 中年人吧 什么叫中年人危机啊 就是 你跑不动 而且呢 你还跑不掉 最可悲的是 你跑不掉 就让你跑掉 你还跑不动 你就是像 你看着啊 就每天我看着乌克兰的 乌拉拉的 那些难民呢 走在路上啊 真是大冬天呢 外面很冷的 又潮湿又冷啊 阴冷潮湿 就这样的逃命 我看起来真的很心酸 很难受 我怕有一天 我也轮到这样的 悲伞的命运 也轮到我的头上 我不想逃难 我用尽了一生的力气 都在逃脱 逃脱这个 这个非常 凄惨的原生家庭 逃脱 这种 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你想我上学的时候 还没有我死爹 他那个时候 对那个 底层 底层老百姓 开通的这种上升的渠道 可以你说 你可以通过考学啊 让那个阶级上升啊 像我 我死爹 他那时候读书的时候 从中学开始 就可以说 不不限地区 他河北的考生 他就可以去天津 去读初中 然后呢 高中呢 他也可以考到北京去啊 他在北京读的高中 而北京的高中读完了以后呢 他考大学呢 他还没有 就是说 他还不用面临说 北京考生专门用一张 特殊的考卷啊 特别简单 基本上就是课后练习题的 那个习题的难度 然后呢 也不用说面对啊 说什么北京 或者天津呢 上海的这种直辖市考生了 比外地的考生 他是河北的考生 低了一百多分 像我那时候 正好 就赶上了 就是把我这个 阶级上升的这个通道 基本上就堵的差不多了 除非你是 你河北考生 大家如果说 对河北有了解的话 你看看河北有没有双一流的高校 一所都没有 看看北京有几所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看天津有几所 人家天津考生用冰里第一百多分的高考分数 而且还用北京天津专用试卷 来跟你竞争 那你这是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会有河北恒雪高 恒水中学这么低 地域 就地域式的这种考试工厂呢 为什么就把考生像个机器一样 那这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我上中学的时候全部赶上了 就是地域 你说我能从我这么艰难的啊 这个中国的这么不公平的户口制度 高考制度 费了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逃离了这个我死爹和后妈的家 然后呢 又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啊 逃脱了这么不公平的 还有户口制度 居然呢 在外国啊 一文不值的啊 就花几欧元 你就可以说啊 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市政府 你就马上注册一个市政府的户口 像我呢 现在呢 这就是农村户口 我还不觉得这个农村户口怎么差啊 就这么容易的户口 居然在中国啊 竟然其后可居啊 把户口跟这个居民的这个福利待遇挂钩 嗯 地域这么不平等 你说为什么要栽在这么不平等的 把人分在分为三六九等的国家里呢 好不容易有逃出来啊 这个通过婚姻啊 就是这个国内人呢 或者说海外华人呢 就看不起的一种啊 这个跑路 润掉的啊 这个方式 那我不管 你不管说我是用过什么方式 能不管白猫还是黑猫 我能定居在海外 这就是胜利 对吧 我不管你们怎么看 不管你们怎么说 我能还能找到一个 我能够 基本上就是基本上能拿捏得住的 这么一个老公啊 这个老公呢 基本上对我呢 就是白衣白顺啊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种成功 我个人生活的一种成功 像这么一个小地方的原生家庭不幸的 单亲家庭的就这么一个女性啊 中国女性啊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然后呢我又面对了啊 我整个西方这种给我架构的这种信仰 这种自由世界的价值观的这种崩塌 我现在就睡不着觉 不知道怎么办哈 不知道未来是什么